檳榔攤女店員在路旁跟開小貨車的阿伯 發生口角衝突 接著阿伯走下車從副駕拿出了一把狼頭 做事要砸人 把女店員嚇到退了好幾步 事發嘉義這間檳榔攤 這個月三號女店員上班時 一位熟客想要用點數兌換檳榔 但是點數不夠就想要先欠著 女店員說了這一句話 阿伯聽了瞬間暴怒 王小姐說阿伯之前已經欠了兩次點數 這一次又要欠遭到提醒 直接動手甚至拿出狼頭 所幸過程中沒有人遭到狼頭砸傷 但是王小姐的臉被阿伯拿檳榔砸 事後他也去驗傷決定報警提告 依據報案人提供線索 發現陳某設有重嫌 警方立即擴大偵辦追氣 發現陳嫌時 陳嫌情緒激動 恐有自傷傷人之語 警方立即實施保護管束 將犯嫌強制就醫 不過一般檳榔攤店員 如果遇到客人情緒激動 要怎麼自保 方向就是 阿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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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會處理 其他店員表示經驗多了 就會有自己的應對方式 不過若是已經造成威脅 還是報警處理 比較能夠保障自身安全 TBBC新聞記者恆家異常報導